今集是講我入小學寄宿 在幼稚園之後 小學一年級 我已經去到赤柱姓氏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就寄宿了 為什麼有這樣的傳統呢 因為我爸爸當年都是在姓氏提反讀書 當時都是貴族學校 只是修男生 他們是騎馬 從前有個說話 很壞 珍光某某某某某 姓氏提反打老豆 有錢要打老豆 黃忍第一流 我很順理成章 姐姐哥哥都在姓氏提反 我入一年級的時候 哥哥是三年級 但其實在校園裡 都很難看到 因為他在男生宿舍 我女生宿舍 吃飯又不可以過台 無緣無故我又不會上他班房 有時放學 才會見到 但又不會特意約 這麼小 第一晚寄宿 入宿是一個星期日晚 通常都是 夜媽媽 我都覺得媽媽很奇怪 她載了我入這麼遠的地方 其實我也有去過 有時候載大哥、姐姐 都會入學校 我當晚都以為我只不過是載哥去入學校 她一直陪我 差不多是四點多 陪到六點多 六點多就是吃飯 入飯堂 她一直陪我 我覺得好奇怪 為何我們還不回家 後來他跟我說 goodbye 打鐘吃飯 他就走了 我一個人沒有朋友 不認識別人 很無助 哥哥已經去了哪裡 然後就說要去飯堂 見到一堆弟弟跑去飯堂 就去飯堂 又要找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也很chaotic 我想在一間小學 要從一年班做記宿做到六年班 真的不容易 找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晚上吃飯就八個人一張 就是正方形的桌子 每邊就坐兩個 就會有台長和副台長 負責分菜 那些菜已經放好在那裡 基本上一年班就是等吃 三四年班就要出去飯 在冷車那裡煮飯 然後煮湯 台長又負責煮湯 然後煮完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吃飯 吃飯當然好吃不習慣 你拿筷子也不太行 但沒有人幫你 你拿筷子 難道要台長六年班餵你嗎 自己搞定 然後難處就是 吃完飯要吃水果 又要走去水果櫃 自己有自己一格的水果 拿水果 拿這個蘋果 你也很無助 在家裡我當然是工人切齊 我皮都切齊 都切好了 蘋果 又放在這樣的刀 一把刀 其實我入學的時候 我六歲都不夠 你自己在那裡切 台長也會教一下你 幫一下你 一個蘋果櫃就切四邊 切四邊就吃了 吃完之後 已經覺得很慘 因為飯堂只有光管 對面又對著墳墻 總之那個經驗很差 坐椅子又是沒有餅 總之我六歲就坐椅子去吊腳 整件事很慘 而且是晚上 接著就回宿舍 大概9月1日 回到宿舍 又是那些光管的 沒有冷氣的 還有很多蚊 所以我們每個床位 就有一張床 是那些鐵支架床心 哇 為什麼入了監獄 接著就有一個蚊帳 每個人有自己的櫃 櫃裡面有三格 另外有旁邊一個長櫃 就是掛裙 就是校服裙 然後床下面有鞋架 可以放到三對鞋 這個就是我在宿舍的belonging 還有一個洗手盤 有一個架 可以放你的面盤 面筋 牙刷 服沐浴露 shampoo conditioner 很多東西 哇 我真的不知道那時候怎麼survive 首先很習慣媽媽 基本上是天天都哭 一有一個小朋友哭 很習慣媽媽 然後全部一連班的女生 甚至男生 男生宿舍 但有時在課室哭 全部都會哭 很慘 你可以想像到 我晚上要鋪床 有個床蓋 我要摺起來 不是就這樣摺起來 一柱菜 不可以 在宿舍全部都要跟規矩 你想想床多大 床單多大 我要對摺再對摺再對摺 你課一個六歲小孩子 很辛苦 已經搞床單 已經很辛苦 然後 起床要摺皮 要打蚊醬 打蚊醬也不容易打 你又去學 有時搞很久 自己換衣服 穿校服 自己梳頭 又要去面盤 又要拿自己面盤 你又要記得擺哪個位置 拿毛巾 自己擦牙 又要擦牙 又要擦乾條毛巾 又要擺好在面盤架上 真的 給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 都是很Demanding 然後 還沒完的 你還要穿鞋 當然 誰跟你穿 然後 每天用6.9起床 然後一起床 打蚊醬就去擦牙洗面 然後 回到位置 就是鋪床 折皮 然後鋪面那張床錦 就是床單 但是要鋪到很直 沒有查不查 然後 因為有房長 又有房長 六年班 五年班 他就會檢查 每個位檢查 你服裝得好不好 你鞋子好不好 你床單側得好不好 你開櫃子 給他看櫃子整不整齊 然後 打鐘 排隊 排隊 走走走走 去飯堂 吃早餐 吃早餐又重複 台長那些 有分送 等等 而我覺得最難的 其中一部分 就是 洗好的衣服 要自己摺 房長 每星期三 會去洗衣房 拿好一袋衣服 那袋衣服 當然有 底衣褲 鞋子 巧服 有床單 有床單 毛巾 你一定要跟 每件都要摺好 整個宿舍都是用一個方法摺所有東西 你一定要跟 摺好後 放回櫃子 櫃子的第一層 就是放梳 鏡子 第二層 就是放第三副底裙 最底層 就是放床單 毛巾 校服裙就掛在那裡 全部都要你自己做 摺物 摺任何東西 摺不好 但你明早的巡房 你的季就是不合格 再做過 這樣 所以 我不知道現在的家長是怎樣想的 但可以告訴你 一個六歲的小朋友 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完所有事 唯一當時要人幫忙 就是洗澡 有社監 社監也會看著 尤其是小朋友 一、二、三年級的洗澡 也會看 有個阿姐 就會幫我們洗頭 就是 make sure我們洗得乾淨 因為洗頭 洗頭 洗澡 是難一點的 自己不斷 其實很多地方沒有泡 變成有個人幫我們 有個阿姐幫我們 你要自己記住 逢星期四 洗毛巾 那一天洗 洗完糧之後 你把毛巾串 逢星期一 底褲就是日日洗 底衣是日日洗 底裙 每兩天洗一次 逢星期一、三 校服 應該要穿兩 兩至三天才可以洗一次 這些當然沒有人提醒你 但你看到洗衣裏 有很多毛巾 你便知道 今天要洗毛巾 但理論上 你自己都記好了 還有 譬如你 星期五 放學 便回家 回家 星期日 晚上便回家 你有甚麼 那星期需要 不夠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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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星期日 自己帶回來 你沒有紙巾 是同學會借給你 但每個人 其實都是得自己 夠用的 所以寄宿的生活 是很講責任的 你自己負責所有的東西 你的櫃 你的屋子 你的蚊帳 你的床全部是你的東西 沒有人幫到你 你帶漏了一雙球鞋 譬如你帶了一雙白球鞋回家 不用帶回來 Sorry 沒有人幫到你 你那星期自己沒有球鞋穿 運動衣 又是可能有些東西帶回家 沒有帶回來 或者譬如 買少了一件運動衣 你自己沒有跟媽媽說不夠孝裙 洗了 為甚麼沒有 未回來 應該每人都要有三至四條孝裙 為甚麼你只有兩條 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負責的 譬如秋天 我們要穿一件白色的冷山仔 你沒有帶 你冷死 沒有人幫到你了 所以整個結束生活 鍛鍊了很多東西 獨立性很高 自己的東西是自己負責的 沒有人會幫你做 有人會教你做 教你做完 都是要你自己做 沒有人會幫你綁鞋帶 沒有人會幫你做這些事情 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 on your own 現在看回 當然覺得很容易 但當時每一天 I'm telling you 每一天都是Inhale 因為實在太多事情要做了 去廁所都要自己拿廁紙爬上去 脫褲 這些事情對小朋友來說 完全沒有人幫 是很辛苦的 唯一是不用收拾書包 因為書包已經放在班房 我們寄宿生 筆雅那些全部都在那裡 我走進班房就上課了 所以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鍛鍊 但真的 我想現在的家長 你可以用回我剛才說的 絕對一年級的小朋友 是capable 不要經常找姐姐幫 買姐姐幫 不懂綁鞋帶 就用魔術貼 到二年級三年級 懂綁鞋帶 就才穿綁鞋帶的鞋子 小朋友 你給他做 你逼他做 就一定是做到的 我一年級的寄宿生涯 先說到這裡